前些年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网友们创造的人币 它的币值一般都是500,1000的 有一些上面只因了习胖 那么更多的是带有调侃性质的 比如说习胖200,意味着200斤 那么习胖,然后250,这个都有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它在推行这个数字化的人币了 那么今后会不会出现这个500,1000甚至1万的呢 我相信一定会有的 它不是币值崩盘的问题 目前的情况下呢 这个人币会越来越少的跟外部世界对接 就所谓的汇史它最终一定会被取消 取消了以后的话 内部资源的再分配 重新修改币值就变得很正常 每一次这个币值的调整 都是一次对全民的洗劫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前两年做过一个专门的视频 关于币值这个调整以后 贬值问题的 那么它首先洗劫的是官员和商人 因为这些人手上掌握了中共已经印发的绝大部分的人民币 人币在这个流通领域之内 经常有一些钱是不流通的 中国古代也经常出现这个情况 人们挣了钱以后 把它换成银子 然后把银子融了 做成一个大铁球 就是大银球 埋在地下 你即便就是抢了它家 把它家烧了 你这个大银球带不走啊 你滚不动了 你要把它再重新融化开 应该来说非常困难 你要想用车船去把它运走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许多人保住钱财的 终极的一个办法 那么今天不是了 今天都是穿银行 或者是摆在家里 我还在内地的时候 我见到一个新闻是关于苏州的 苏州一个副市长 他专门买了一套房 用来收藏人民币 然后因为自来水管道破裂了 房子被淹了 是吧 然后完了楼上楼下 打电话报警 A20带着锁江来了 一开门 漂浮在地板上的 全是一落一落的 今天你说抓几个贪官 超个家 也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所以人民币有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是不流通的 那么流通范围内 为什么它还会要更大面额呢 这是因为它会出现通胀 通胀以后 它现有的这个币值就跟不上了 你出国到周边国家走一走 92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一个 亚洲的金融问题 就是币值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你到老欧越南这样的地方 你要去找一块钱 就它本国货币的一块钱 基本上都是属于收藏品 你正常能遇到的 一般都是五百一千起步的 所以在这些国家出现过的问题 在中国一定会出现 而且极有可能从数字化的 这个人民币中间 就开始先出现 它帮助你在转账的过程中 更为妥贴的进行交易 因为它可以分类 它可以把它分成层级 在转账的过程中 无非就是一个电子符号的问题 对吧 所以你要是想收藏现实生活中 由印出来的五百一千一万 可能还要等一些年 但不会太漫长 因为今年开始 人民币已经基本上舍不住了 目前是在硬撑着 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外汇 没有源源不断能够获得的外汇 作为它的锚 人民币早就开动 五毛时代了 有些人 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他们还试图来找寻 中国经济上 可以腾飞的点 甚至我们看到 内地还有一些专家教授 不断地在发视频 在做演讲 告诉大家 二十一世纪 一个巨大的转变 就在我们面前 中美两国之间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他们自己心里不知道吗 从他们在西方留学 所受到的教育 到这些年 在国内摸爬滚打 他们接触到的 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 应该来说 比我们更全面 为什么他们还会这样 迷惑别人的过程中 也在说服自己呢 实际上大家心里都知道 它只有一个版本 必须要把中国 说得非常强大 事实上 到底有多强大 他也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都在 无底线的吹捧 吹到最后 他都不知道 真实的中国 是什么样的了 真实的中国 未来的经济走向 连老百姓都知道的事 为什么这些专家教授 各级的官员 听起来好像 跟我们知道的 说得不一样呢 就是因为 他们比我们更恐慌 我们还能猜测到一些 未来的场景 其实他们已经猜不到了 知道中国现状的人 知道的 内部资料越多 他就越无法预测未来 货币的崩盘 就在一瞬间 没有人可以准确地 预测到这个时间点 但终归有一点 你是能坚信的 就是 币值非常大 让你感觉 有百万富翁的 这种链头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你只是一个老百姓 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 怎么忽然之间就变得 人人腰摘百万 可惜不是富翁了呢 只要你有这种想法 能够在现实生活中 见到这一点 你就会知道 经济已经崩盘了 其实作为普通人 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都已经晚了 只能说 你有足够的时间 把人民币资产 把它变成外汇 变成物资 如果说你不能走的话 尽可能 让自己调整一下 资产的配置 把虚拟的资产 全部出清 转变为实体的资本 以及 随时能够变现的资源 哪怕这些东西 再不值钱 它最起码 活生生的展现在 你的面前 它比你今后 抓着一落的钱 感觉不到 它的购买力 对你来说 要更有保障一点 其实我一直在劝大家 告诉人们 钱分两种 是吧 真钱和假钱 与政权 更迭 相配套的 这些都是假钱 它没有固定的价值 它终归有一天 会形成废纸 看看 之前的老大哥 所谓的苏修 当它崩溃了以后 苏联时代的卢布 甚至连打孔 作废 把它倒成纸浆 都没有做到 仅仅仅是人们 把它上交了以后 由俄罗斯央行 把它打成捆 丢在树林里 让它自然风化 实际上 每一个经过 共产主义时代的国家 都经历了这种正通 一夜之间 只要政体变了 中央威权不在了 它以国家信用为背书 发行的这些纸笔 都变为一种收藏品 只能糊在墙上 办画画看 我相信这一天 已经不远了 希望大家也保重吧 再见